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还是有蛮多可以分享的,因为15年Jack刚来深圳上班的时候,就是工作效率太低,导致不想工作,提高效率主要有道合数两个,道是方向性的,数是技术性的,道合数要相辅相成,先说下道,当我们想学习某个新事物的时候,比如说英语,第一步,我们需要先规划下,就是定个目标,比如说三个月内学会基本交流,掌握100个常用单词, 这样子我们心里有底了,有了大方向,第二步,去网上找英语学习资料,学习方法,比如说去知乎找,去谷歌搜,等等,这一步我们会找到一些好的学习资料,不会学习的东西是错误的,第三步,就是每个月的目标了,每个星期目标,每天目标,比如说一个月内掌握10句常用英语对话句子,每天学会5个新单词,等, 这些东西可以给我们激励,再说下数,我们用哪些方法,比如说用什么英语学习软件,这个其实在道的第二步我们已经掌握了,比如说用什么方法提高记忆力,联想法,词根法等等,比如说听英语歌,看英语电影等,这些都是具体的方法,我们成为数,数是基于道的前提的,就是我们大方向确定好了之后,再找具体方法, 反过来具体方法会优化我们的道,举个例子,你发现听歌很有利于培养语感,你会考虑以后只听英语歌,到了后期把手机电脑系统语言都换成英语,这样子就是从数到道了,数和道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把这两个用好了,学习效率就提高了,再举个例子,假如说我明天工作很多, 我晚上睡觉前就会想好明天主要做的事情有几个,明天到了公司,就在本子上写下来明天要做什么,这就是道,然后我明天用印象笔记,思维导图,Office快捷键提高办公效率就是数,这两个结合就可以提高工作学习效率,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请问有啥好的学习英语的建议没有,想转外貌,现在正在复习语法,很多年没用了, 下了蜻蜓和喜马拉雅,是从基础开始复习学习的学习英语需要先规划大的方向,再去钻研小的细节,你说的语法是第二步了,第一步,我们需要先规划下,就是定个目标,比如说三个月内学会基本交流,掌握一百个常用单词,这样子我们心里有底了,有了大方向,第二步,去网上找英语学习资料, 学习方法,比如说去知乎找,去谷歌搜,等等,这一步我们会找到一些好的学习资料,不会学习的东西是错误的,第三步,就是每个月的目标了,每个星期目标,每天目标,比如说一个月内掌握十句常用英语对话句子,每天学会五个新单词,等,这些东西可以给我们激励 再说下述,我们用哪些方法,比如说用什么英语学习软件,这个其实在道的第二步我们已经掌握了,比如说用什么方法提高记忆力,联想法,词根法等等,比如说听英语歌,看英语电影培养语感和兴趣等,这些都是具体的方法,我们成文术,术是基于道的前提的,就是我们大方向确定好了之后,再找具体方法,反过来具体方法会优化我们的道 举个例子,你发现听歌很有利于培养语感,你会考虑以后只听英语歌,到了后期把手机电脑系统语言都换成英语,这样子就是从数到道了 说下双币信用卡,最近有几个朋友和我分享说是想自己建站,去买国外服务器和空间的时候,发现很多平台SiteRound等只支持MasterCard,Visa,JCB,AmericanExpress等,不支持UnionPay一年信用卡 去Fiveware Upwork的外包平台也是一样,只支持MasterCard,Visa,JCB,AmericanExpress等,不支持UnionPay一年信用卡 Jack建议大家办理个双币信用卡或者全币信用卡,这样子去购买国外服务会方便很多 目前Jack用招行的双币信用卡和广发的全币信用卡都挺好用的 网发全币信用卡有1%反线,就是你消耗100美金,反线1美金,实际上你只需要还99美金 BTW,用双币信用卡消费更有利于提高信用卡额度 刚刚讲的,都是线上消费,去国外线下消费可能权益更多 Jack目前只在泰国线下刷过招行双币信用卡,其他的没事 后面试了,再和大家分享,不管什么建站平台,Wordpress也好,Shopify也好,其他建站平台也好 你只要给客户呈现好的内容转化都不会太差 我今天帮二位群友分析了下网站,一个做得好,一个做得差 但是总体有60%问题,是一样的,比如说网站的标点空格 测误网站图片太多,文字太少,或者字体很多种,字体搭配不协调等社媒更新频率,慢 社媒背景图片不同一等,这些一点点没多大问题 但是叠加在一起,问题就显得网站不是个品牌网站,不容易让客户信任 我们所以大家,如果是做运营的,就每天看下网站,哪里小细节没有画到位的 如果是做老板的,就看网站大的方向,结构 哪里有问题,小细节让运营去优化就好了 做SAO其实是后面的那个O,Automization优化 有了这个O,去做什么事情都想着把它优化好分享 Google ICM推广关键字分类建议 以下建议均是针对于2B的外贸行业 不包含2C类产品,谷歌广告操作技巧 星球嘉宾Eleaner分享Eleaner有4年多谷歌广告操作定验 操作过账号总金额2-3000万 1核心关键字也就是行业大词 产品大词,引流量的词比如Lightping这个行业 Light display这个词流量非常大 但是客户的搜索词会比较杂 通常可以使用两种匹配方式去做优化 一种是词组匹配但是出价出低点 另一种是完全匹配出价可以相较词组匹配高一点 因为完全匹配进来的搜索词基本是和关键字非常吻合匹配的 在一个广告组中一个关键字可以使用多种体配方式来观察流量的精准度 进行分析优化